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呢 他是走了炮二平五 先人直路转中炮 陪方选的是三项 陪方向三进五 这个时候呢 洪志特级大师是选择了向七进九 对 这个棋子也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一个新变化 对 其实在前几节的这个节目里可能 有棋友可能也知道我们也讲过这个 洪方这个向七进九的变化 还讲过一盘你直后手跟洪志特大的一盘棋 对 还有你跟王天一俩是也下过这个棋啊 就是向七进九 因为直黑方呢 对 我也是比较喜欢用足底炮三项 一个现任指路的 而最近向七进九比较流行 他们都喜欢跟我这么下 对 所以我也下了好几盘 是吧 我们可以 你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可以 那个感受 可以的 向七进九 向七进九 这盘也是向七进九 黑方是走的一个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红方是马二进三 这样的款 动子马二进三 黑方呢是G九平八 G九平八 然后这个时候 实战的时候 红方呢是选择了这个G一平二量G 对 当时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看这个红特大 他直红的时候跟你下过一盘 跑八平六 是 包括王天一特级大师 红志特级大师 都选择了跑八平六 对 是 他们都跟我选择了跑八平六 尤其是红老师那盘 你们俩今天终局对杀了 比较激烈 最终也是你奇快一招 所以给我们讲一下 你跑八平六 当时是 跑八平六的话 我当时是走了跑八平九 可以量G 我就可以量G了 既然你G一平二没出来 我就把G量了 是 当时呢 他是走了马八进七 马八进一这样 当时我好像走了足 七进一 他居九平八 他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我是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他马七进六 准备踩我中兵 我四四进五 等于这也是一个 另一路这个 常见的走法 就是这个局面下 他是呢 想要先快速出动 自己的左翼 对 然后自己的右拘呢 以后借机G一进一什么 是 或者G一平二这种 再出来 或者四四进五 向三进一 出类局 也有这种可能 对 所以说 那我们来看实战 这个 可能现在这个 洪老师 他又是有一个 新的一个想法了 对 他就是又改进了 他不再走这个 八平六的 他改进了 他是走了G一平二 对 G一平二 出局了 出局之后呢 孙艺阳是选用了 是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 风局 风局这个时候 这时候 洪方是选择了 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 他是也不走这个 炮八平六 马八进七 这么一个思路 也是转换了一个 走一个拐角马 现在肯定不能再 炮八平六 马八进七 因为G被封住 是吧 比较慢 这个时候 也不能走 冰三进一 这是一个什么 冰三进一的话 黑方可能就走 炮八平一了 他这么打过来 那我要先把你 这个G吃掉 你要去吃了G 那他可能 炮一进三 这么打 咱 你是不是对着 G二进八 对我G二进八 我准备你死炮了 他可以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咱捉死炮 他也G一平二出来 G一平二对捉炮 对对捉炮 这样的话 红方先手一点都没有了 等于说黑方 这个自己的G出来 也很快 对 而且红方也 捉不了这个死子 是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 骑这个布局阶段 还挺细微 这个先冰三进一 还不能这个 随手走起 是 先冰三进一的话 对 他如果炮吃掉 如果他落相 那肯定更慢了 那杀一个回头鞠了 对呀 杀一个回头鞠 那不行 那他不肯 那实战肯定走马八进六 实战走了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这个时候 孙杨特丁大师 他也走了一个马二进四 双方是对走拐脚马 对走拐脚马 这也挺有意思 像洪老师 他也是这几年征战这个向甲 代表内蒙古队 对 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 内蒙古一太队也是 连续两年的第二 对 联赛的第二名 所以今年他们也是想要 冲击冠军的道路上走 对 江苏队我觉得有一个特点 可能 其友们可能看江苏队觉得 江苏队往年的联赛的战绩 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江苏队在近年的团体赛上 锦标赛上获得了冠军 同时他们可能更针对于 培养年轻棋手 所以江苏队像徐天翁老师 像徐超特丁大师带领 还有王斌特丁大师带领下 有孙异扬大师 还有成明大师 以及这次代表北京棋手王浩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 90后的棋手 所以说江苏队也是重点 培养年轻棋手 所以这次联赛 虽然说发挥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说他们在大赛经验上 也会更加丰富 所以这个孙异扬 这盘棋也是面对洪天王 所以说也是比较谨慎 他走到马尔军寺 那么这个时候 洪峰选择 对 他走了居九平八 洪峰选择居九平八 蒋大师这棋 洪峰如果再冰三军一 那是不是还是黑帮 在冰三军一 他这时候还是可以走八平一 等于说还是要杀个回头鞠 对 还是要杀个回头鞠 他不是特别愿意 是 他走一个 G九平八量鞠 黑帮肯定就顺势 自取军一了 对 就是说我现在也不让你 并三军一冲去 是 这个时候我顺便说一下 他不能走马三退一也不行 这时候马三退一 他可以泡打僵了 对啊 他打僵了 你只能反打一僵 反打一僵 反打一僵 他马跳上来 那这是个交换 这样交换掉的话 我们来摆一下 是 这样交换掉 这样交换掉 黑帮在G一平安出来 认为就是红方的大指 也很缓慢 对 所以黑帮肯定是划算的 这个期 那等于说红方 马三退一想打破 这个封锁的计划是 暂时是没法去实现的 对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还要看一下 他这时候 马三退一是过早了 是 所以他实战是 走了一个G9平8 走了G9平8 那黑帮 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的时候 红方是选择了 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准备晾鞠了 鞠晾开 那黑帮 其实他炮八平七很简单 他就想G8进8 捉你马一头 对 鞠八进8捉马 实战呢 黑帮是选择了 G1平2对鞠 应对一个卧鞠吧 反正不愿意 被他G8进8 抓到马这步期 这好像也是 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因为一般我们来讲 就是不要去对卧� 但是这个局面下 他总是有G8进8捉马 以后炮一军 是打姜的气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黑帮人选择 就是说 G平安 对G 对G 把G杀掉 对 吃掉 马四退一回来 这时候他可以马三退一了 对 就是像刚才 蒋大师说的 这个有一个马三退一的桥手 那这时候再打姜 就不一样了 这样打姜 我就可以打姜了 现在我反姜了 这个马七进五登不了 但是这个局面下 他总是有G8进8捉马 以后炮一军 是打姜的气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黑帮人选择 就是说 G平安 对G 对G 把G杀掉 对 吃掉 马四退一回来 这时候他可以马三退一了 对 就是像刚才 蒋大师说的 这个有一个马三退一的桥手 那这时候再打姜 就不一样了 这样打姜 我就可以打姜了 现在我反姜了 这个马七进五登不了 但是你一不是的话 他把G吃掉 这个中炮就丢了 对 是的 所以说就没有炮八平五将军的一个棋 对 所以这个棋 还是步级阶段 双方还是下的 就是 非常精细的 对 精细的走法 那马三退一 那黑帮只能炮 八退一或者炮八退二 对 进二不行 进二的话 他正好可以马六进四 正好一个跳马灯 对吧 他这个时候走了是炮 这半期他是选择了炮八退二 炮八退二 这样的话 红方顺势 G二进四 抬拘 黑方也赶紧G八进一 G八进一 抬一个吧 抬拘 这样的话 红方马六进四 马六进四准备穿弓马 还是兵三进一 马四进三 跳上来 这样的事 对 就是要跳一个相间马 威力很大 对 是 就是尤其这个棋 红方开局这个边向 他这个构思 也是基本上实现了 对 让自己的这个马 有个好的位置 那黑方是怎么进行一个防守反击呢 他实战是 实战是选择了G八平六 对 实战是选择了G八平六 印象当中 陆伟涛他们还下过G八平四的下法 对 河北大师 也是比较就是能抗衡的局面 对 那就是说这个G走在哪个位置 还得去 还得去 还得去精心地去考虑 是的 尤其 但是我感觉他这盘G八平六 挺直观的这个走法 因为我又想了以后 马上又要G六进五了 对 以后要进去兵线嘛 就是说G六进五 来控制这个河北马 是 实战呢 这个洪光是选择了四六进五 对 回首是 四六进五 当时我还在想 既然我不都马都跳到这个好位置了吗 我这个骑 能不能走冰三进一 对啊 能不能就是赶紧把冰对开 冰三进一的话 黑方可能直接拱 这时候走G六进四没有效果 进鞠的话 G六进四它可以跳马 对 跳马 你白走的 那不行 它只能如果拱掉的话 拱掉当然继续贯彻 你刚才说的思路的话 对啊 我马跳的好位置 它可以炮八平七 把马给顶住 对 是吧 是 这个马就是说 位置是挺好 但是黑帮防守的还挺 对 黑帮正好在这个特定的局面下 有一个炮能把你顶住 对 所以说红方的进攻前景也不大 是 所以暂时打开这个局面 还不是为时过早 对 为时过早 所以他走了一个十六进五 实际上的十六进五 对 那黑方也是继续贯彻自己的思路 他贯彻自己的思路 顶住这个视角的马 这样的话 红特达是选择的比较直接 他就是炮七进四 就打兵了 对 他直接就把这个兵吃了 先吃一个兵 可能想着不吃兵 下一步黑方可以足三进一把兵对 对啊 不吃兵的话 当黑方如果走到足三进一这个位置 黑方就一点不差了 这个局面就 等于黑方的这个阵型还是比较稳固的 对 是 那现在黑方 少了一个兵 对 少了一个兵 而且同时可能这个边兵还要小心它 以后抛七平一再吃个兵 对 是 所以这个局面 黑方又是进行了 终局这个复杂的局面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地方了 对 是 这时候黑方应该是选择了居六平七吧 当时我看孙特大走了一个居六平七吃足 就是这个棋在这里 我就想这个到底居六平七还是居六平五 就是两个足到底吃哪个足 好像也挺难就是去判断 可能居六平五更好一些吧 对 居六平五的话 其实也不怕他对这个 是吧 那他如果对吃掉 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个居五退一 可以拉住这个 拉住他的气 是吧 所以红方也 就是这个马也没有好的一个点 但是他实战这个两个兵好像都能吃 但是他居六平七 他吃了这个兵 他可能想着以后我还能居六 居七平九 当你这个以后抛七平一的时候 我居七平九 他这个想法也是挺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是这个蒋大师好像我们看那个实战的过程 到最后的结果来看这个居六平七这么一步 就是棋可能是有一些隐患 是 但后来就是说 可能像棋有五 我觉得这棋真的是太深奥了 我有时候有时候看男子的棋 就是看不太理解 往往就是说一个小的一个变化错误了 以后面后面就很难就去挽回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面下 黑方是走了一个居六平七十足 这跟居六平有什么区别呢 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为您带来精彩的 终局 好 亲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这盘棋是由洪志特级大师植洪对阵 孙颖阳特级大师的对局 那么在终局片段 进入终局复杂阶段 黑方选择居六平七吃兵 洪方是有什么手段 大家来看一下 居六平七确实如唐特大刚才所说的 居六平七吃兵之后 他不经意间就露出了一些弱点 那我们看洪志特级大师怎么进攻 实际上他好像选择了炮七平六 对 是吧 炮七平六准备就炮六进一了 对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进攻手段 是的 针对黑方这个八路炮 针对黑方的八路炮 所以当时他是十四进五补一手 他选择了十四进五 十四进五 这个时候你补了士 补士之后防住了炮六进一 但是他同时又多了个兵七进一 过兵的手段 这又是一部敲手 对 你看这个时候你不能打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打了 我就马四进五跳上来了 对 有一个灯霜的旗 对 灯霜的旗 过的话我就踩着炮了 是吧 而且这个时候随时捉马 这个马还很危险 对 捉马对 更严厉 捉马的话更加严厉 对 这个都有这个旗 所以说看来这个 一部肌肉平时吃兵就很微妙 对 是 就是因为你吃了兵以后 让红帮有个马四进五 这个马反而活了 对 吃中兵的话 红帮马四进五就不是先手 对 这有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黑方也挺顽强 我们来看看黑方后面的防守 是 黑方追七平五 追七平五 这样的话红帮顺利渡过了一个过河兵 对吧 他跑三平一 他跑三平一 他平均 平均 捉马 捉马马二进四 必须走的 十三呢 这部棋 这部棋红帮是选择了 对 他这时候没有着急择 他是先马一进三 他先马一进三 对 我们先选择了马一进三 他先控制了一下 他现在多了一个马三进四 是的 多了马三进四 他想还是吊住你这个八路炮 对 所以他走过剧五平七 先压住马 先压住马 然后他剧二平八 这个时候剧二平八 然后马二进四 对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黑方肯定是要登红帮的兵了 对 但是红帮这个棋啊 其实拘炮兵在这一 对黑方压力很大 对 他其实在这个时候 完全可以直接下兵器进行 等于说 蒋大师按你的意思是说 红帮可以用拘炮兵来组合 就是我不用 就来有一些组合的很多手段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正好马四进三跳上来 马四进三跳上来 我这个时候可以走拘八进二 拘八进二 先抓一下你 那我还得马三进四跳 马三进四 这样我应该可以走马四进五吧 应该可以走马四进五了 有一个弃子的手段 弃子的手段 那我敢不敢狙击精一吃呢 你狙击精一我可以底线送一浆 底线打浆 底线浆 你要做事 我可以走兵器瓶六 那我这还得补一手啊 对 十六进五补一手 补一手这时候红帮就有好期了 它可以走泡六进三 是吧 这还可以弃子 等于说就是按照刚才你说的 这个击炮兵这组合 杀空门 是的 就击炮兵杀空门 炮六进三 对 你要是落了的话 这个下兵很厉害 是的 而且前面同时 这个也一直这个马五进四 这个卧槽的棋 对 所以这个棋 处处都是进攻点 黑方这个马四进五走完以后 它很危险 是的 它要是平击过来跟你对击呢 求稳 那正好聚八平九 聚八平九 那不行 那等于说红帮的这个兵尻得太近了 是 这个威力太大 对 那我们 但是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红帮可能 实战也比较严厉 看上去也是比较严厉 红帮走的也是比较直接 炮五平六 就是想要吃个事 把自己的兵给弃掉 对 那还只能马四进三 马四进三 红帮是聚八进五将 黑方退市 红帮聚八平六 吃掉 是 吃进将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啊 因为红帮在前方只有聚炮 对 他必须有后续子力跟上 他才能进攻 所以红帮特级大师直接就弃子了 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那黑方也必须得 索性就吃马 只能吃马 这个马肯定是吃 这个应该都是在红帮特级大师 炮五平六之后的计划之内的 双方都是在计划内 红帮马五进四 黑方降五平六 红帮炮六平四 逼你表态 那只能跳马解雷 跳马 这个时候红帮是先得回一个物质力量 对吧 马六退四 马四退二 吃炮 黑方也只能 走降六平五 对 降六平五进来 红帮的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马暂时也跳不了江 又有马看着 炮看着 所以他暂时就是没有进攻 他只能炮六平一 打兵 打兵继续攻击黑马 现在这个棋形成了 这个红帮多个市 但是黑方好像也多个兵 黑方这位置也是还是挺不错的 尤其还可以有连环马这样的位置 对 像这样的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 当时黑方实战走的是马三斤四 实战走马三斤四 这步棋应该说是 黑方出现了失误 那就是本局就是对杀阶段 很关键的一步失误了 对 关键的一步失误 从实战来看 就是这步是个失误 它这步棋其实应该走狙七平八 其实也难免 就是在这种对杀局面下 压力很大 对 尤其是站位不合 肯定是希望跳个连环马 更安全一些 是 那狙七平八有什么好处 那它交换掉是不是 它这个跟实战我们会发现 它过后走狙七平八就走不上了 因为现在走狙七平八 不让红方的马投入战斗 如果红方再走狙六平四 它一个是可以交换 一个甚至可以马六斤四 这么跳进来 它的马也将不了 到时候马还得马二锥三回来 如果回来的话 肯定是进攻速度缓了许多 对 那黑方还是有一些 顽强的防守的机会的 对 那么实战它 它并没有走狙七平八 而是走了马三斤四 对 马三斤四跳上来 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说了 乱战天王 红天王就不给它这样的机会了 它就狙六平四了 对 狙六平四吃四 它还继续 这时候黑方是看到走狙七平八了 对啊 你这个想把你那个二路马困死吗 而且你这个马正好也逃不了了 是 但这个是吧 红之特级大使就特别明晰了 它因为刚才因为 有个狙四退一的起了 是吧 将那我只能 对 将 对 它可以狙四平二 这样拘过来了 保住 还有抛一径三绝杀呢 对 保住马 同时有一个抛一径三 是一个杀旗 对 所以这旗走得真的是挺精巧的 对 是 那黑方还得防范一下 它得落个像 落个像 这步棋 红之特级大使走得比较老练了 他认为这个旗已经控制住局势了 反正不让黑方反扑的机会 他是走了向九径七 那这步棋还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 走一个向九径七 就是防止了一马四坚二 这个卧槽马 是 非常的老练 对 而且黑方这个旗该怎么防守 我当时还在想 说黑方这个局面 是 有没有这个马六径七的旗 马六径七它可以打将 鞠将 对 还抽着鞠呢 它可以抽鞠嘛 是吧 我们来摆一下这个旗 鞠将 如果你上将 马二径三将 我马二径三 鞠臭了 把我鞠吃了 我把你鞠着好吃回去 对 对 鞠臭了 对 那不行 那我们这个变化又失败了 是 所以这个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变化的话 过一会儿 眼看着红方兵一进一 再兵一进一 把马保住 肯定就是 红方就是要胜势了 是吧 对 因为红方多两个势 但是这个其实如果红方 如果该红方走 比如说 红方这时候将 黑方飞向 红方将 黑方上将 红方再马二径三将 配方正好可以打掉 有一个闷弓 有一个闷弓 你这样吃不了我的鞠 对 但是红方这个阶段 目前来说是吃不了鞠 但是黑方正好是 走动不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说黑方这时候 抛一军四打出去 打不了 打出去叫鞠就丢了 是 那我抛一军四打不出去 我这个马也不能乱动 我该怎么办 那我要是相亲近五 先飞一步 那他按蒋老师说的这个 对 兵一进一什么的 对 就兵一进一了 是 那你这个再跳马 我就会再过兵了 是 只要我不丢子 然后我局面就很优势 是 那这个棋 那当时可能也是在 临场就时间又紧张的情况下 我看这个 孙杨特达 他这个也是忙中出错 对 他这个棋 也走了一个马六退棋 他是想我这么吃你 是 这个时候如果在 如他的计划 他可能是想 同方抛一进三 对吧 飞向 飞向 对吧 或者是 鞠江 进江 他可能走马七退六 他可能是 对 他上将也可以的 对对 因为这时候你马二进三江 他正好抛一瓶 是 是的 正好是偷吃你鞠 你鞠吧 又是闷弓又是偷吃鞠 他就据希望于这样子 对 据希望于这样子 对 但是这时候 就是黑方也是走了一个 很精彩的一个 对 红方 红方走了一个很精彩的入局手段 对 入局手段 我觉得这里我们要停顿一下 然后骑友们 思考一下 来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妙手进攻 来看一看这个时候 这个红方这个马 面丢的情况下 还是怎么有个攻杀的棋 其实孙颖阳特大 他也是一个年轻的 江苏年轻的新后起之秀 对 是 今年的这个亚洲锦标 团体锦标赛上 也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了 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他自己也荣升特大 对 所以他这个局面下 当时他也很顽强的手 但是很可惜 还是红老师下得很果断 我们来看看这个起 当时退马 红方走得非常妙 马二进三 对 有个契机 那你只能把鞠吃掉 把鞠吃了 吃回来 炮一进三 马上连续的进攻手段 那只能飞向 飞向 他这时候走炮四进七 继续一将 电鞠那就 那你就丢子了 只能落向 这个时候他有炮四退一 眼看着有向无处飞 是吧 有向无处飞 对 他这样将 对 这样的将他就避丢鞠了 是吧 对 那我们前面还得给大家 讲讲这个起 就是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变化 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起 我能不能 就是平炮给你拦住 我刚才突然又想到说 又想到有这个 这可能也是 他也有兵移经营这样的起 眼看着我也可以兵移经营 等于说黑方 现在主要是黑方没有攻势 是 黑方没有攻势了 而且是个 对 我平炮拦住你 是不是还有拘二进一的起 拘二进一有这个 是我这个还吃相 对 那还挺麻烦的 这样可能更好 对 我其实在这个局面 我当时也真的被黑方考虑 很老半天 我说这个怎么办 然后还想到 这过冰我不理你 但不理你还是按 他也拱个冰 拱冰甚至也可以 炮一进三将 打将 马尔金斯区抽掉 对对对 这个兵还不能乱动 所以他这个棋特别巧 一个棋都动不了 对 这个局面还挺巧的 这个马如果不在这里 我还可以抛一平六以后 抛六退二手 对 但是现在又没这机会 是 所以当时我就在 这个局面 我也真的是为他 苦思冥想想了半天 是 可能在我的感觉里 就是蒋老师 我觉得这个棋 黑方可能比较顽强 就索性我就 飞个下 因为你兵一进一拱吧 那至少你这个底线 还暂时没有棋 万一以后我这个 炮一进四打出去 G8退一 我攻击你的左翼空门 是 有没有这种的设计想法 当然这个肯定也是 肯定是局面 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 那么实战 他这个回马 你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后面 对 刚才棋 我们应该也能看清楚 这个G就丢了 再来欣赏一遍这个 对 这个确实是很享受 像其能下车 是这样的特定局面出来 对 正好有个先期后取 对 一将 然后又一将 再将 你不能电鞠 电鞠我就马三斤二 尽多一大子 是吧 对 肯定不能电鞠 他只能 这时候只能落相 退相 然后他抛四退一 关键是别相演 对 正好你这个G也困住相演 是 对的 有相无处非 对 正好只能退 是 那他这简单了 吃掉 吃掉了 然后他 黑帮也是 最后也无奈 无奈 如果上老将 他是 他实际上走了一个 抛四退一 然后这个其实最终 也是虎方获胜了 当时 也是 黑帮也是没办法 但是这个局面 我觉得 当时我还说 黑帮 如果我们业余气有下的话 能不能顽强再走一走 就因为黑帮 一看虎方这个 马的位置也不好 有没有一些 或者说 我马崩卧槽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他是不是可以 走向七进五飞向 向七进五飞向 就是 让你换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对 如果换掉 那他肯定就换掉了 换掉 那不好 那虎方还有一个 一路鞭兵吗 对啊 主要虎方 还有一路鞭兵 这个棋 如果没有鞭兵的话 黑帮可能还可以防守一下 对吧 当时我记得这个棋 当时还摆了这个残局 说这个残局 这个炮在这里 说这个残局说 这个马 有没有给他困死的机会 当时还说 炮一推二 但是他马 马能回来吗 对 该黑房走 肯定能有这种 很困死 对 偷杀的机会 但是没有 但是像那个 讲大师你说 这个局面 主要 虎方呢 多失效 而且还有个鞭兵 对 这个棋肯定 最后也是很无奈 只能认输了 对 但是这个棋 我觉得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棋友们 多讲讲这个残局知识 就比如说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 就是这个局面下 对 如果 当然这个有冰棋 肯定是红方赢了 如果没有冰的吧 如果没有这个两冰 因为我记得以前 你下过好几盘 就有精彩的棋 我下过这样的对决 而且黑方也没有冰 是这样的一个残局 黑方没有冰 可能就危险了 就这样的一个棋吧 对 是 我下过 好像马双向都下过吧 马双向我记得你下过 马双向也下过 对 我印象中记得蒋大师 你是下过很多 很经典的残局 比如说 你是马炮方 或者是你是马方 胜俩相 就是这个棋的胜率 是什么情况 这个基本上是必胜了 红方必胜 红方是必胜了 但是 这个棋 黑方必须有两个过合 两个过合 必应是合棋 一个肯定是守不住 一个是守不住 对 过话肯定要丢 那如果这个马是个炮呢 是个炮 也是应该说是必输的棋 就是说还是防守能力要差一些 对 但是印象当中是有竹双向 好像是这样下过合棋 但是如果红方下得精细的话 肯定是要最后都要丢光的 对 因为我看过这盘棋 我就想到了这个残局 有些很多精妙的残局 我印象中记得还有这个双马 如果是红方是双马 对黑方炮好像是一盘合棋 那就是合棋了 这个棋好像有巧胜 但是这个棋并不是力胜的一个棋 所以我觉得这个残局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给大家分享给各位棋友们 对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剩马的话 如果剩马 这个黑方就有危险了 还是有危险 黑方就有危险 看来这个炮要比马要更灵活一些 对啊 这个在防守上 在这个局面下炮更灵活一些 所以对 这个残局支持 我觉得也要掌握 尤其是多子的情况下 你要是敢不敢去简化 对 敢不敢去对子 所以说这盘棋还是挺精彩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也是 对 也是谢谢各位棋友们 那个收看支持我们 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棋局就讲解到这里 也祝贺洪志特级大师获得了胜利 对 也希望孙杨特级大师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再结再厉 是吧 是 好 谢谢大家 好 朋友们再见 棋友们再见 人 有 我 远